还是在豆瓣上看到这么一个帖子 说呢,谈了半个月的男朋友啊 刚才是他有个私生女 就很绝,我和他呢 是我哥介绍认识的 这确定关系半个月了才知道 他还有个将近十岁的私生女 关键这事啊,他们都没和我说过 但是呢,他们都认为对方和我说过了 这个男朋友呢,认为呢 这个他哥呀,和这个楼主说过了 而这个他哥呢,认为呢 他这个男朋友自己和他这个妹妹说过了 然后这个楼主说就已经无话可说了 看来呢,这个楼主呢,是打算跑了 就肯定不能答应了,是吧 然后网友们啊,其他女朋友说 这是你哥吗,是仇人吗 啊,这你哥把你当资源呢 卖给别人做人情了 而且呢,什么私生女啊 大概率啊,就是离过婚 啊,这个恐怕还不止一个啊 就像这种啊,到处发情的这种公狗 可不,他到处留种 遍地开发都是他的私生子 私生女 这种人你说这种不负责任的啊 这种,这种只知道自己啊 那点下身的那种爽 然后完全啊,不考虑啊 这个给对方造成什么样大的 这个人生影响的 这种人呢,你没有责任感的男人 你就不要,你不要搭理 你就赶紧跑就是了 我就看到这个帖子 我就想到啊,就有点怀疑 这是我婆婆啊,这个是投胎了 不,我婆婆是2006年死的 这个,她投胎穿越时空发的帖子 但是人家发帖的这个楼主啊 人家打算跑了 就我婆婆一个大傻子啊 她就不跑 她就被我公公啊 那个农村进城的二溜子鸡生虹啊 给套牢了 我公公也是啊 也是在农村啊 跟人家乱搞破鞋啊 跟人家住到人家 他们家特别穷 我公公家特别 就是赤贫 是贫固农 还没有自己的土地 还不像农民 人家有自己的土地 他们家呢是没有自己土地 是给地主家打当成功的 然后呢,她呢就靠着呢 就是说自己卖骚啊 所谓爱情的名义 睡人家姑娘 然后住到人家姑娘 农村姑娘家里去啊 吃人家喝人家 住人家睡人家 搞出搞大人家肚子 生了孩子呢 她还继续 她呢这个二溜子啊 她不满足于在农村里啊 讨生活 她就走街串巷啊 跟着所谓的什么 这个乡间乐队啊 她拉手逢琴啊 她要这个进城 她寻找进城的机会 但是进城也不等于 要马上就有这个住处给她 也不等于她就有个家 对吧 她就要寻找这么一个啊 能够进城落脚的机会啊 这么一个捷径 什么捷径呢 哈哈 等一下再给大家讲啊 我在分析我婆婆啊 我婆婆这个人啊 就是当年才18岁 在圣诞圣诞节的平安夜里啊 这一个人啊 这个她是小学老师 开在这个学校里啊 跟着一帮小朋友啊 开了联合会啊 就一个人往家里走 这个大冷的天啊 雪地的一个人走啊 又冷又胖 这个时候我公我啊 就假装瘋磨的啊 开着单位的车啊 她那个1米6的身高的小矮子啊 坐在车上也显不太矮了 还觉得自己啊很英俊啊 然后以电影 这个电影《马路求爱》的桥段呢 就追求我婆婆 说我把你送回家 我给你看我的身份证 给你看我的工作证 你看看我是不是骗子 我是不是强奸犯啊 这个我婆婆一看 哎呦身份证工作证都给我看了 那肯定不是骗子了 我这个我这婆婆 反正就 你就是上了人家的车啊 就也不等于就上了人家贼船了 是吧 你就让他送你一下 他愿意送他就送啊 这个好处吃了 你就吃了 大不了你回去请他吃顿饭 或者说你 你把这个车钱给他付了 你也不欠他的了 你就别答应跟他什么 再搞对象了 是吧 他就是脑子里有胖啊 你就说这个小矮子 就首先这身高 他就不能相中 说我婆婆也就1米6 然后我那公公也1米6 这两个小矮子 到一块 我就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你就就首先这身高 你就不能答应是吧 你说你要心里没胖的话 你能答应跟你身高一样的男人 跟你搞对象吗 不管这个男的后来他自己啊 自爆不自爆 说自己有私生女啊 自己什么 已经有过一段 什么这个适时婚姻了 自己是不是二手祸了 然后我这公公还比 我这婆婆大了11岁 大了种种11岁 她虽然18岁 找个29岁 你觉得这不是脑子有动吗 我就分析我婆婆 这就是你心里有动 就我这个婆婆啊 是爹死了 她爹呢 死在了前苏联的战场上 被冻死的 活会冻死 当然活该啊 谁叫他 他爹去参加什么纳粹德军呢 活该啊 爹死了 然后呢 又问他和他妈呀 那寡妇妈呀 被这捷克政府驱逐 因为他们呢 是德国民族的 就是德国 德国人民族的这个德裔 就被驱逐回这个德国境内 这个当时那个边境划分的 这个历史挺复杂的啊 就不给大家详细解释了 爹死了 你看这女孩呢 他往往呢 他缺少一个爹的模板 就是这个爹啊 男权社会的男人呢 不管他是好爹还是坏爹 至少有个男人的模板 让你知道 什么呀 怎样评判一个男人的标准 如果是好爹呢 你就知道什么是坏男人 如果是坏男人呢 那你这个女孩长大了呢 你就会知道 一定要回避跟你爹 类似的这种类型的男人 对不对 他呢 就没有这个一个模板 在他的人生里 就没有一个男人的模板 他没有这个标准 再加上他被歧视啊 被欺负 他就缺这一刻 我觉得我婆婆他就缺少 就是说 男人给他上的这一刻 从小就没有一个扎点 来给你这个 给你当一个反面的典型 让你知道什么样男人的回避 是吧 然后我这个婆婆呢 就属于爹死子啊 又被歧视啊 被欺负 那你肯定啊 人家看你孤儿寡女的 可不就是欺负你啊 看你好欺负 当然就是欺负你 这就是男权社会的特征啊 再加上孤苦伶仃 他孤独啊 他无助啊 他无依无靠啊 再加上他妈呢 可能内心也不够强大 我就想啊 你这个傻闺女才18岁傻 她没什么人生阅历 你说你这个寡妇妈 怎么也四十几岁了 你也傻吗 你也没人生阅历吗 你也没有判断力吗 这么一个矮子男 把你女儿大半夜的送回家 那你难道不要审问一下的吗 你不要把关的吗 他妈也没有 他这个寡妇妈也是一个傻白天 你说呢 我就觉得呀 就像这种人呢 就是说你当你心里有空洞的时候 还是应该等你啊 治愈了自己 你像那个豆瓣的雨果不就说吗 这就是人生就是做题 不管是什么主观题啊 多选项多项题也多选呢 单选呢 就是你这道题你必须得自己会做了 你才能够拿高分 你不会做你就会拿低分 你就是不及格 人生就是这样的 你说你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底子 你什么样的基础 你必须得自己修复自己 你等你内心啊 真正的强大呀 独立呀 自强啊 自信啊 成熟 有判断力 等到这个阶段 就是我作为你作为这个 在男权社会长大的女性 你一定要自己足够的判断力 成熟的时候 你再找对象 你才能减少被垃圾货色吃掉 被当被吸血虫当成血包来吸血的概率 你当一个女人啊 在男权社会 你精神上不能独立行走 内心又不够成熟 强大自信的时候 找上门来的 我敢说 百分之百的都是垃圾 垃圾男人啊 专门找心里有洞的傻姑娘 因为我婆婆无非就是靠白状嘛 装上哪个傻子 又吃哪个傻子 据我老公 据我这个老公公自报啊 她试探和勾当的城里姑娘 绝非只有我婆婆一个 然而其他的城里姑娘 哪怕就是被她骗了 被骗泡了 或者骗色了 比如说摸了 亲了 臭嘴亲了 怎么着 用臭手摸了 就是骗感情了 给她画了爱情的大饼 画了爱情的泡泡 吹起爱情的泡泡 骗一点这个 吃了这么点亏 但是人家也绝对不汤这个婚姻的婚水 对吧 你就那点肉体的亏 或那点感情的 那点亏 爱情幻觉破灭了 这个男性 男权社会 给女性贯出的最大的谎言 不就是爱情吗 但是呢 你说你就吃这点亏 那比起啊 你一辈子被一个二手的 二十九岁的老破鞋 这个农村的二溜子 你趴身上吸血 那还是这个亏啊 你吃的还是要小很多倍 对吧 我婆婆呢 就属于阴道 子宫和钱财啊 全部吃亏上当一辈子 到死都不明白自己有多傻 和傻在哪里的爵士大傻子 因为我公公他必须要被政府啊 就是说那个文件啊 就强制画 从他的工资卡里画 四分之一的工资 到他那个私生女的那个账户里去 然后呢 我这个公公的工资呢 他呢 是没有文化的一个农村二溜子 他赚的钱很少 他比如说啊 他赚钱八百块 但是呢 他要拿 就是拿给家 他顶多 他有二百要给他的私生女 然后呢 拿回家只能拿回六百 但是我婆婆呢 他是赚一千二百块的 那你想想 他只能拿 只有你一半收入的男人 他为你提供什么呢 他住进你 你这个 他住进你母女的家里面 他没有给你这个提供什么房产的啊 一般来说 女的找老公都是住进男人的家里啊 他是住进你家里 然后呢 还在你家当大爷 什么家务都不做啊 生孩子还是你女的出子宫出阴道 对不对 然后你自己身上落下病 像我婆婆就落下很多病 反正就是各种病吧 再加上他情绪不好 他就觉得自己呢 就被这么一个老男人啊 吸血啊 就是套牢了呀 他就觉得自己吃亏 他内心的知道自己吃亏 但是呢 他又不能说解套 因为解套的这个孩子呢 他就没老公对吧 而且他还忍不了孤独 他忍不了说自己一个人带孩子 像我那个跟我老公一块长大的 也有啊 跟他发想 那那人家那个那个 那个就是跟他一起 那就是他的女同事啊 都是小学老师 我老公的发想 我老公的发想到他妈妈呀 跟我这个婆婆是同事 他就看着他同事啊 就一个人呢 我这个孤儿寡母的 拉持两个孩子 一个男孩 一个女孩 然后老公跑了 很辛苦的 他也不愿意过这么辛苦 那就说选择呀 就是说你 你选择结婚对象特别重要 你一旦慢出这一步啊 你是很难说再离婚的 一旦离婚呢 你的损失啊 仍然是避大于利 只要这个男人不是说 特别歇斯底里的 让你无法过下去 基本上人都是愿意 维持下去的 你像我婆婆可不 那又觉得自己出亏 又没办法解套 那可不就难受 他情绪不好 他可不就就就 产生内存蜜的失调了啊 各种病变 然后失调失调 然后他就什么 这个乳腺就增生了 这个然后他就乳腺癌了 然后他又这个 他那肺脾失调啊 他很很长一段 是很多年 他吃的很少 但是他不断的长标 长到240斤 那可不就是这种 情绪上的 女人就特别容易 情绪上 被这个男人吸血 情绪上带了这种问题 你像我认识到 其他的女的 多多少都是有问题的 有一个 一个这个菜店的 中国华人的 就是温州清田的 老板娘跟我说 他有假抗 也是跟他老公啊 跟他婆婆啊 这个感觉就不愉快吧 就各种的矛盾啊 可不男权社会 就是要吃女人 就要欺负你 就是这样的 你当你自己 没手段来欺负他们 或者说你反制的手段 你不够强大的时候 那你就是被欺负的 你说呢 但是呢 就是我婆婆这种 240斤的身材 在我这个老公公的嘴里啊 那就是她此生 挚爱真爱的 绝世大美女 我公公的嘴里说 我婆婆是 杨柳西腰的大美女 她应该给我照片看 你才把我当傻子吗 我是瞎了吗 你说你 你给我看的 你老婆照片 是240斤的 这个大肥猪 你说你 你跟我说 你老婆就这么 睁眼说瞎话 说你老婆杨柳西腰 你说我是瞎了吗 我公公就这样 睁眼说瞎话 然后呢 我公公天真吹嘘啊 她跟她这个老婆呀 这个王妻啊 当时我 我结婚的时候 我这个婆婆已经死了 我没见过婆婆 我公公一代的 跟我吹嘘说 他们有真爱 真的不行 爱得要命 而且呢 就是那些啊 就以前啊 她玩过的 骗过的 或是勾搭过的 没上钩的 就所有不肯吃她亏的 上她当的那些女人们 在我公公的眼里 嘴里面啊 都成为狗屁不顺 一文不值的 垃圾活色了 所以看明白了吗 我公公就是一个 靠着撩骚卖掉 吃女人的软饭男 以他那种五大郎的身材 他的人生主题 就是骗女人养他 还要装成 他赚钱养强家 养活全家的 这么一个顶天立地的 大男人的这种模样 而且呢 我公公的评判体系 就是什么呢 只要啊 只有是被他剥削的 肯吃他亏的 这种女人才是好女人 不肯被他剥削 不肯吃他亏 上他当的女人 都是坏女人 这我也发现了啊 就是早期啊 那些农村男进城啊 想落脚 想站立脚跟 靠什么呢 你靠自己的手艺 靠自己的那点工作 那是远远达不到 落脚的这个地步的 就像我们当今呢 像当今这个 很多这个 就是从小地方 或者从小城市 到了一线 当什么北漂户漂的 那你靠你自己 赚的那点工资 你买房你要到猴年满月啊 你怎么落脚呢 啊 大多数呢 还是要投靠婚姻 要么呢 就同样找个外地的啊 就是两个人 共同承担啊 这个房的房租房贷 这样呢 就生活压力会小一些 要么呢 就这个 找一个 就是已经走房的 要不就吃城里的女人 要不就吃城里 要不就住 暂居 像寄居蟹一样 寄居在 城里男人的屋子里 但是呢 一旦离婚 也就被精神出户 女的往往是被精神出户的啊 早期啊 这个农村 这个进城男呢 这个农村男呢 他要想进城啊 他的捷径也是这样 一样的路数 那就是骗到城里的傻姑娘 他作为男人来说 他怎么他都不会吃亏 就是他找谁 找任何一个姑娘都不会吃亏 只有呢 说谁吃他的亏 上他的当 就骗到城里傻姑娘 就吃他全家一辈子 这就是早期啊 这个农村男进城的路数 这早期啊 就是农转飞呀 城市化 都是这样的 现在也是这样 仍然是这一套 我发现啊 就不管什么时代啊 这个路数啊 就是人呢 在这个阶级跨越的这个路数 基本上都差不多 大同小异 他可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